通过这一条清晰而笔直的玉柱纹 或者叫通天纹 以及叫事业线 和太阳线能够看得出来 旅元祖是一个极其忘夫的人 三大祖线清晰明朗 毫无任何杂纹干扰 当然 情感线是比较差了 情感线过长 而且中间有导文 那旅元祖的话 可能会因为 婚后一些鸡毛涮皮的小事 与自己的另一半大吵大闹 那通过这个手纹 我们能够看到 女元祖的婚姻线有两条 一条比较短 不是特别清晰 另外一条很长 那么 女元祖如果说有离异的可能的话 她的二婚嫁的会非常好 有嫁入豪门 这样的一个像在里面 同时的话 也说明女元祖 她二婚嫁的这个男人的话 是相当有实力的 但是情伤和爱伤还得提高 这样子的话 日子才会过得幸福甜蜜 女元祖